这个在科学上有一定的共识 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一个气温不断攀升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出现这种极端天气的一个概率是增加的 可能以往我们都没有见识过的 一些极端的一些天气气候灾害 都会出现 另外一方面它的一个爆发的一个频率 比如说爆发的间隔在缩短 所以这两个是在科学上有一定共识的 我们尤其看到是在工业革命以后 大样的二氧化碳排放之后所产生的这样一种气温的一种攀升 这个攀升是可以在物理上是有解释的 就是二氧化碳所带来的像一个就是这种保温房子一样的 这种效应的尤其在最近一百多年 甚至说最近十年一个快速的这么一种升温的情况 因为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那条曲线 跟我们整个这个就是全球平均气温增温的那条曲线 基本上是完全拟合在一起的 所以说两个事情从物理上是有解释的 并不说它是一个虚假的这么样的一种情况 包括每个人已经切身能感受到它这样的一种状况 所以呢 就说至少从我们人类生活的这段时间来看 我们最近这一百多年的气温绝对是最高的 而且会越来越高 当时是有一些科学家 尤其是搞这种生态环境的一些科学家 他们所提出来的这样这种1.5度 可能从那之后可能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了 就整个的一个生态系统会出现一些毁灭性的一些变化 主要还是基于一种猜测和对未来的一种不放心 认为可能1.5度以后 可能整个的人类的生态环境 各个方面就会发生一些可能不可恢复的 整个的一些生物量可能会发生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 当然这主要还是一些猜测 并没有 因为现在我们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情况 也并不知道将来究竟会怎么样 当然温度能够被控制住 肯定是一个非常有利于人类社会的 这样一个事 但是是不是到1.5度以后 就立马会发生一些不可预测的一些极端的一些情况 现在其实是不得而知的 但是现在这个1.5度来看的话 由于今年可能阿尔尼诺的这个作用 我们可能今年已经要接近1.4度 其实就是跟我们国家所处的这个位置 是一个非常相关的 我们有独一无二的青藏高原 我们东边是面临大海 西边又是非常干旱的 而且北边有北极的和中高纬度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 所带来的我们可能是东南西北中 对我们都有影响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过程 并不说我们一种气候事件 就能够导致我们国家所产生的全部的这么一个别 我们国家各个区域 它或受影响的这种气候因素 也是千差万别的 有的地方可能受印度洋的影响更显著一些 有的地方可能受太平洋 阿尔尼诺的影响更显著 比如说我们的华北东北这些区域 可能又是受中高纬的大气环流的一些影响 更加明显 所以说这次综合下来以后 对我们国家其实每年的一个 提前的一个气候灾害的一个预警预判 其实是有很多困难的 每年我们都是在努力地做这样一件事 尽可能地能够去给出更好的一个预警和防范 从近几年来看的话 我们是做得比较好 我们国家从整个一个政策的提出 包括从老百姓 对这个问题的认知程度 我觉得至少在跟很多发达国家相比 我们都是走在前列的 因为我们老百姓都知道气候变化 都知道二氧化碳排放所带来的这些后果 但并不是每个发达国家的民众 还一定了解这个事情 这个跟我们国家整个的一种宣传特谱 包括国家政策的这样一种宣讲 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包括我们也是在实实在在地去 做这样的一些事 首先来说对气候变化来说 可能有一个对未来100年的这么一个展望 我们通常把它叫气候预估 就是说在不同的二氧化碳排放 在排放情景下这个是IPCC它给出了五种 目前来说对那个给出了五种不同的排放情景 就是高排放中排放低排放 还有其他的两种排放的一种方式 那么在这几种方式下 未来地球会变成什么样 这个是一个就是长期的一个探索 在最近几年建成了那个地球系统模拟装置 这个也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 就是在气候变化背景下 它是一个数值实验室 在这个数值实验室底下 我们就能够通过不同的一些情景的一些设置 去了解目前的地球和未来的地球究竟会怎么变 当然还有一些更息息相关跟我们今天的生活 明天生活更息息相关的就是 比如说我从三月份报我们夏季的一个汛期的一个雨带 我们在十月份的时候 我们报今年冬天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极端气候事件 等等的这样一些方式 从这种更加宁静的一些角度去服务于我们国家的一些防塞减塞 是我们所得很多的一些科学家 尤其青年科学家正在致力于去做的一个事 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可能做的都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我们十几亿人加起来 你每天做的那一点小事如果乘以十几亿 甚至乘以七十亿 那这个数字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那所以呢我还是倡导倡议 其实从每个人都做起 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包括绿色雏形等等的一些方式 都能够帮助我们从一定程度上 做到一定的贡献吧